白内障它是慢慢形成的 所以很多的病人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他最常见 会跟我说他的感受差很大的 就是我帮他把一眼的白内障处理掉的时候 因为他一眼处理掉 他另外一眼还没处理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还没处理的那只眼睛 整个看出去的颜色都是比较昏暗的 其实很多老人家 他们根本不会觉得他们视力有受到影响 他们会觉得说 我正常的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来到诊所检查视力可能就只有0.2 他也觉得他是正常的 经过我们详细检查之后 如果他的角膜 视网膜 视神经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病人建议到他很适合的水晶体 依照他的生活习惯去建议他适合的水晶体 那水晶体的话呢 他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白内障拿掉之后 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水晶体 那人工水晶体它是占了快2000度的度数 所以每个人都要放水晶体进去 那水晶体在放的时候呢 他主要的选择呢 第一个我会建议说 有闪光的一定要先矫正闪光 眼镜上面有任何闪光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一定要配着闪光的度数 它的视觉品质 看的东西才会清晰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 有闪光的话一定是要降低它这样子 那再来才是依照每个人的用眼习惯来选择 因为有些人就喜欢看眼看镜都不想要戴眼镜 那它就可以选择我们多焦或者是眼焦的水晶体 那有些病人就会觉得说 那我只要看电视走路安全的时候 那我们就选择单焦的水晶体这样子 如果我有近视远视 然后或是老化 其实它是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吗 如果以白内脏的话 其实是真的也一次就可以完全解决掉这样子 对 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帕金森是真的奶奶 那他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影片可以看到他走路是需要人家扶持的 而且他的头是一直在晃动 那他到很多的医院就去追求他想要治疗 但是因为很多医院没有办法去帮他做一个很好的检查 所以都放弃他了 那他来到我们这边之后 其实大家都很用心的帮他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然后甚至会推荐奶奶做一个非秒雷射的潜质手术 增加整个手术的安全性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帮奶奶做了双眼的白内脏的治疗这样子 所以奶奶非常的开心